张华县配合中央防疫措施 自5月起暂停办理卫生所不老健身房服务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县长王惠美30日宣布 从12月1日开始 正式对外开放县内11处不老健身房 这边会有医生来跟他们做开处方 那当然前面要先来检测 然后看看依照个人不同的状况 让他来做不同的一个运动 所以在这边也鼓励我们长辈 多来我们以设立的不老健身房 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健康 我们后续在前瞻里面 我们的整合式的社福大楼 以及一些日照中心 病起来还会再有时间的一个不老健身房 所以未来张华县会有 已经规划了21处的一个不老健身房 那对于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疫情 我们会密切注意 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一些流行的一些特性 然后配合中央那些政策会做严密的管控 那目前还是依照中央的规定 我们一些可以开放的场域 我们还是尽量开放 因为刚才县长有讲 还是要运动才能保持健康 张华县目前已经有11个乡镇市设有不老健身房 服务达8万5千人次 未来将配合前瞻卫生所新建及修缮工程 可再增加10处不老健身房 王县长鼓励长辈们快点回来运动 让身体更健康 公益频道张华云和美采访报导